FIT 本市團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們是第一次在這個FIT還有一些相關HONDA車種裡面開始播 那FIT來說我們北區的傾銷商好像賣得不錯 因為FIT我們北區的KT的北區傾銷商就有一台試乘車 可以提供給FIT的車友來做試乘 那覺得產品滿意再來安裝就好了 那今天要安裝的FIT是二代的 那在這個設定上呢 車主的需求是覺得原廠太跌太晃了 那其實心裡對FIT這台車非常非常了解 因為FIT這台車的車子前後配重比較偏向在前走 所以它的後走配重的話其實比較輕 所以在改裝進氣的設定上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是有一定的挑戰性 那這台車也有發行的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都沒有在設計電動過 所以這台車的前面彈簧配置的是五公斤 後方的彈簧是配置三公斤 那後方彈簧的秘訣就是在它彈簧的外徑呢 要適時的讓它加大 因為如果彈簧的圈徑比較小 它的壓到空洞之後的回饋感呢 就直上直下就會比較直接一點點 那如果把它的圈徑放大呢 它壓下之後回彈的力道會往兩旁式上 就會乘坐感就來得比較舒適一點 所以這個是這一台車FIT G1也好 GK也好 它的一個整體設計的一個秘訣就是在後彈簧 還有後面的阻尼呢是它要做得比較輕 因為畢竟這台車的後走重量真的是還蠻輕的 所以做得太進氣化的話 就不太適合一般的道路 那今天要做的設定呢是道路版 那不論是什麼版本 PT的一個前面避震器都是需要沿用原廠上座的 所以這個原廠塞下來的避震器沒有看到上座 所以它的避震器要沿用原廠上座 那以這台車來說 它的原廠的零件其實用得很不錯 這個大概在98、99年的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開發我就發現 這個軸塞啊 原廠的軸塞是用德國式的 所以這個軸塞即便這台車有一定的年份 所以我們還是有檢查之後品項都還很好 所以上座的部分軸塞的沿用原廠 可是上座的軸塞上方就有一塊橡皮 那這一塊橡皮的話算是一個耗材 如果車鈴比較久或者是行駛里程數比較多呢 就會建議在泰灣避震器的時候 那不論是改裝或者是原廠 如果你經駛里程數比較多的話 就建議連同原廠上座的橡皮 橡皮的話壓軸會扁掉會變形 所以它定位的角度自然就會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要拆到避震器的時候 上座建議的要把它開換 那今天這一台車其實 車鈴雖然有一定的程度了 可是那行駛里程數還蠻少的 所以上座我們拆下來品項還不錯喔 所以上座的軸塞跟上座的橡皮 就都直接沿用沒有再換機品 還有里載串的話因為里程數比較少嘛 所以里載串的話剛剛師傅在拆的時候也有檢查 品項都不錯所以這些零件全部都沿用原廠就OK了 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剛剛經理提到過的就是這個的圈徑呢 能大的話就盡量大 所以那照就這台車KT的設定就比較舒適一點點 這是後方彈簧 上橡皮的話KT就有附了 所以這個部分部分比較沿用 下橡皮的話是需要沿用原廠的下橡皮 好 那這個是後方的部分 後方的桶身喔 它上部這個也是相當的軟啦 因為這個就是很舒適 可是KT的話 比這台車也沒有做的特別競技 所以它的主意也做的很軟喔 那上部的話有一些橡皮 有上橡皮跟下橡皮 這兩個橡皮就需要沿用原廠的橡皮 這是後方的桶身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避震器已經裝好了 這個都還是原廠的規格耶 這是16吋的 16吋的原廠開圈 所以這個輪胎不是啦 輪胎車主之前已經有換過輪胎一點 你要打 我們還在持續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聲音的話 還會稍微少一點點行車友們多多包涵 那今天是第一次在這個粉絲團裡面 跟大家開直播 所以啊 我們很歡迎啦 如果你一樣開這款車的話 你用我們線上的輪胎 可以幫助大家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問題 很歡迎立刻提出你想要看的零件局部在哪裡 經理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了解的地方 來跟大家做解說 剛剛提到這個上部的零件是需要沿用原廠嘛 但KT的避震器除了高低可以調整之外 軟硬也能調整 所以它的功能性的話跟原廠是不一樣的 所以車主的話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車高來做調整 那阻鈴的話可以自己旋轉 要硬要軟的話 它有一個旋鈕 KT的話一共有30段的阻鈴可以來做調整 所以需要硬要軟的話都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秘訣 第一個胎壓 一定要以原廠的胎壓值 如果是像原廠的避震器的話 它對胎壓的要求沒有很高 像日汽車 Honda Fit的話日汽車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低速的下方就會建議原廠胎壓的話 大概是32.33 PSI 冷胎壓 那如果原廠的避震器胎壓達到39.40 算是偏高了 但是還可以接受 可是改裝避震器絕對不行 改裝避震器它對胎壓的要求是非常非常嚴苛的 那我們會建議啦 依照原廠的胎壓值 像這台PIT的話 185.55.16 那這個規格的話 一樣照原廠的打32.33 PSI 就是剛剛好設定的胎壓值 那胎壓設定正確之後 我們再來調整阻鈴 阻鈴的部分的話 前後可以不用一致 可是左右邊一定要一致 就是前面的話 如果左邊12段 那右邊就一樣要12段 所以這個是主名調整的秘訣 那旋鈴的話 這台車因為它有一個飾板 它坐艙前移 所以它這個飾板呢 需要把它拆開之後 才有辦法拆得到避震器上座 可是這裡的話都會 HONDA的車系都會做一個維修孔 從維修孔進去的話 就可以調整到阻鈴 所以在這個地方可以調整阻鈴 往順時針的方向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從這裡就能調整到 這是前面的部分 前面的避震器在這邊 離載串的話沿用原廠 因為剛剛有提到 這台車的里程度其實不多 那HONDA的原廠的品質相當的不錯 所以離載串的話 就直接用原廠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下 ABS感應線這些的話 不僅僅是日本知名的品牌 那台灣這些品牌的話 也都有大家都有持續進步 當然啦 這個都是專車專用的規則 那這些固定線要做固定都不成問題 那這個都是有符合一些歐盟相關的安全規定 台灣對這些要求比較沒有那麼嚴謹 有辦法用束線來固定也可以 但是如果有外銷的話 這些都是有規範 尤其香港好像也有相關的法規 那台灣的話沒有對這些改裝品那麼嚴謹 可是我們一樣 因為KD還是都做外銷為主嘛 所以這些的規格都應該要有的安全規定 那上部零件要沿用原廠的之外 那下方的話這個彈簧 這個彈簧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條彈簧配5公斤 235公斤 那今天的車主要求並沒有要求的很低 這個是5公斤 那這個上部的彈簧 千萬再請計師或者是車友自己DIY的時候 不要壓縮到這個彈簧 壓縮這個彈簧過度的話呢 它就會不好做齁 所以這種的彈簧跟後方的 尤其是後方等一下經理會把鏡頭帶到後方 要特別特別注意 前面的話還好 前面的話我們安裝完畢 就是上座先鎖好之後 再來壓縮彈簧 壓縮彈簧不是3公分喔 是只有3到5mm而已 所以彈簧預載3到5mm 剛好碰到之後 再把它對鎖鎖緊之後 調整車高 這個上部都不要動它了 我們調整車高 是靠下方腳管的相對點 如果腳管往下 藍色的齁 這個藍色的就是我們所說的腳管 腳座也有人升下座了 那這個下座往下延伸的話 讓它的地震性整理長度變長 車高自然就變高了 所以如果把這個藍色的下座 往上挪的話 往上旋轉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這個是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去改變車高 所以當它調高或調低的 整個操作的感覺 駕駛起來的感覺 是差不多的 那當然啦 我們可以看到路上很多超跑 都特別的低 如果車高 能夠適時降低的話 當然對操作的一個穩定性的話 會更好 因為重心降低了嘛 所以這個是靠 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改變車高 那這個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 它調高調低的範圍 會比較多一點點 第二個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 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 整體開起來的感覺 並不會落差很多 所以這個是統身可調 像Tim的話 比較高階 都是做這樣的設定 那講到Tim的話 這個Honda Fit的話 不論是GE、GK 很多的車友都是很推崇 日本的Tim 那日本的Tim的話 所使用的油風 油風的話 油關到BGC產品的壽命 所以Tim的話使用的油風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品牌 NOK算是日本製造油風裡面 很致命的一個品牌 KT的話 一樣是使用NOK的油風 所以KT的整體壽命的話 也都相當的不錯 那在主泥油部分的話 也是避震器在製造裡面 相當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KT所使用的主泥油 是使用義大利一整桶 進口HIP的主泥油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 還有產品的表現都相當的穩定 所以這個是用料比較特別的一個地方 那前面的話 安裝完畢要特別注意 前面的懸吊系統 它叫做麥花層 麥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不只是負責上下 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避震器一樣會負責旋轉 所以這個車高的調整環 調整完畢之後 一定要特別用適當的扭力把它敲緊 不然它開一開之後 也有可能會我們一轉方向盤 就它鬆脫了 它並不會造成危險 會哭哭哭的狀況 所以這個地方調整完畢 一定要特別把它鎖緊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剛剛經理有提到了 它有一個特別特別的安裝技巧 就是不可以壓縮彈簧太多 你鏡頭先戴這裡 我看有沒有燈 有燈嗎 後方的話 因為今天的車友要求呢 並沒有不太有降車高的需求 所以我們彈簧上方這個機構啊 就是在調整車高的 所以今天的這個調整機構 會調的比較長的原因 就是因為車友它並不太想要降車高 那這個部分的話 它是在調整車高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機座把它拉長 它配上彈簧的整理高度 變長了之後 車高自然就變高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機構把它縮短 它的配上彈簧的長度 整理長度了 變短了 車高自然就變低了 所以後方的調整車高的形式 一樣不是靠B彈簧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跟前面有一個特性就是一樣 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呢 是還蠻寬的喔 那後方有一個特別特別特別注意 安裝的技巧 就是這台車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後方的彈簧千萬不要預載 因為這種小車 如果我們把它預載 它的一個自由的公斤數變高之後 那它對細微坑洞的吸附能力 就不見了喔 所以它對這台車 最特別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後面彈簧千萬不能預載 那KD配的彈簧長度是17公分 170mm 3公斤 如果我們要怎麼樣知道 它是剛剛好的程度 就是170減掉3或者是5mm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拿一個尺 把車撐高了嘛 拿一個尺來量看看彈簧的長度 如果現在是落在165到167左右 那就是安裝很標準 沒有安裝上的失誤 那乘坐起來一定會很棒 所以這個彈簧上方的這個機構 是在調整車高 那筒針這裡也能調長短耶 可是注意喔 像這種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啊 它後方的調長調短 並沒有辦法改變色高 後方調長調短 只是來取決於後彈簧的預載 所以後面的彈簧千萬不能預載 那這個筒針要調多長 調剛剛好我們彈簧壓縮 剛剛經理說到喔 壓縮3到5mm之後就是適合的長度了 所以當日後假設這台車 車主想要降低的話 那這個調整機座變短了 可是這個筒針也得要同步縮短 它的預載才不會因為調整之後變動了嘛 所以這台車整體安裝調整的靈魂 就是在後彈簧的預載 千萬不能預載後彈簧 那後面的話 HONDA的車系其實都還蠻友善的啦 除了CRV之外 CRV三代四代會比較麻煩 因為它做密封式的上座設計嘛 那這一款車的話 在後方的話有一個維修孔 這邊拍得到嗎 這一個維修孔 這裡有一個維修飾板 那維修飾板打開之後 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部零件了 那上部的話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往順時針方向 這樣就變硬 它有一個H的LOGO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所以可以從這裡來調整軟硬度 那調整的密學一樣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一致 前面跟後面的話 可以有段速的落差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是今天 HONDA FIT 2代 這個是G1的一個介紹 那剛剛一開始影片的時候 經理就有說過了 這一台車啦 KT的一個經銷體系裡面 賣得還不錯 因為我們的北區經銷 就有這台的實車 就是專程買了這台車 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的 所以有很多的車友會怕不好意思 也許試乘之後 沒有覺得不滿意 不買KT的有沒有關係 千萬不要客氣 因為KT有準備很多不同的車款 就是專門給車友們來試乘的 那當然選購避震器的話 很多車友都會在家族裡面詢問 哪一台避震器比較好 其實用詢問的方式會比較不準 不準的原因是因為 每個人的基本底盤改裝的條件不同 第一點 第二點的話 每個人想要乘坐起來的感覺不太一樣 所以避震器的選購最棒的方式 就是找一台實車來實際試乘看看 是最棒的一個選擇 那KT已經有這台實車了 可以給車友們來試乘 所以很希望車友們千萬不要客氣 有需要試乘的話 就請跟我們聯絡 那不論是KT粉絲團的小編 或者是我們今下的體系 都有提供實車可以給大家來做試乘 那如果有需要試乘 很歡迎跟我們聯絡 或者是說不方便時間上 不方便試乘 有問題的話 也都很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那如果下次呢 有機會再安裝到Honda Fit的話 一樣會在粉絲團裡面 或者是在我們KT Racing的粉絲團裡面 也有可能會在那邊開直播 那今天是第一次來這邊 Feed裡面的粉絲團開直播 謝謝大家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了 拜拜